你化妆是不是这样的 遮瑕粉底一个都不少 但是出来的底妆不干净 遮瑕跟白遮了一样 眉毛 眼影 眼线全部都化了 但是还是不够好看 妆前保湿也做了很多 为什么上完粉底又搓泥又卡粉 这是我用同样的化妆品 化出来的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水乳 眼霜 面霜 精华 真的不需要全部都抹在脸上 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就可以 一瓶精华水 一瓶乳液 就可以做好妆前保湿了 我跟你们说怎么用 先把它倒在手心 按在脸上 然后这样拍拍拍 皮肤比较干度复制 可以多拍两遍 乳液也不是直接抹在脸上 拍一拍 就完事了 用指腹先抹一些 在容易卡粉的地方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 这样子抹开 这样让皮肤吸收进去 比你抹一大堆的护肤品 要保湿的多 粉底先挤到手背 然后抹开 用指腹把粉底液推开 再用粉部把它拍进皮肤 尤其是面中毛孔 缺帆比较多的地方 这样面中的粉底 也就会稍微多一点 外轮廓的粉底 也就比较薄 然后再局部的上一些遮瑕 现在是不是就感觉 皮肤很服贴 我脸上的缺帆也遮住了 换眉毛有两个不取 第一个就是眉毛的颜色 跟发色太突兀了 第二个就是眉尾太下垂 现在整个人没有精神 修改了眉毛的颜色 还有下垂的眉尾 是不是整个人 就感觉精神了很多 而且也好看了 换眼影的时候 随便用一个颜色 贴着眼睛就这样晃 闭着眼睛的时候 先在手里这样单一下 接着贴着睫毛的根部 一点一点的去把它运开 这样才是真正的不会显脏 画下眼影的时候 也要换一把更小的刷子 这种的大刷子 刷出来的范围就会很大 把下眼皮这样拉着 贴着睫毛的根部 如果发色比较浅 却尽量不要画黑色的眼线 我的头发颜色 其实是很明显的棕色 我再换一个黑色的眼线 会感觉整个妆容都会很突兀 对比这盆棕色的眼线 是不是就会感觉更和谐 画下眼线是真的不能用黑色的眼线里画 棕色的画出来就会比较自然 而且颜色也会比较淡 想要一个小微脸 就从这里开始修 少量多次的去 往上面提 把脸微微的侧一下 可以突出了这一块 在这里打上修容 千万不可以这样 剧着打 这样会让这个全弓更突出 彩虹的颜色 用这种饱和度低一点的 用一个小刷子 你看这个刷子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然后刷出来这一块都是在乎的 高光的范围也要扫得小一点 适当地提亮一下凹陷的区域 这个妆就算化完了 也是非常适合春天的 有什么不懂的呢 也可以在评论去问我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